二十多年前 三岁男童消失在自家门口 我就一下子搞完了一流头 没看到 他们寻遍全国各地 一次次希望 带来一次次失望 我差不多整整的三年 每天只能直睡着 然后半个小时睡 然而万万没料到 人海茫茫 日夜期盼的孩子 居然尽在咫尺 别人就是写书的话 也不敢这么写 两公里外的她 是否清楚自己的身世 她又为何没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相距近两公里的漫长寻亲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开箱扫码 赢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目由银鲁牛奶花生 特约播出 记得有首歌 里边有两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有一种距离叫相对不相识 有一种距离叫远在天涯 近在咫尺 这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际遇难以预料 有的时候明明最想念的人就近在眼前 就因为某种原因无法相认 甚至是互不相识而擦肩而过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人公来讲 这两句歌词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描述了他们的心情 而他们的遭遇就像歌词里头写的一模一样 吴学仙和陈真响 他们是一对夫妻 家住湖北武汉 在过去这二十多年里 这夫妻俩日日夜夜都在想念和寻找一个人 他们走遍了千山万水 足迹踏遍了全国 因为那人不是别人 就是他们丢失的儿子 然而让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他们千辛万苦找的儿子 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距离他们的居住地还不到两公里 就是真的是 别人就是写书的话 也不敢这么写 如此近的距离 他们怎么会苦寻二十多年而寻找不到呢 他们的儿子当初就是怎么丢失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每每说起这个吴学仙都是无比的心痛和自责 因为事发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小心了 但没想到孩子还是被人给带走了 记忆回到1995年 那是吴学仙和陈真响婚后的第二年 这年的夏天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 孩子到来 让夫妻二人十分高兴 他们就给孩子取名叫陈浩 他爸爸是姓陈 后来我们就想到 我那个吴字上面 那一个口加一痕不就是浩吗 就这样的名字 就这样取出来的 1998年 夫妻二人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从老家武汉市江下去 来到了武汉市的武昌区 在这儿开了一家五金店 吴学仙说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 那是1998年11月2号下午 陈人想外出送货 这个吴学仙守在店里头 浩浩起初是在跟隔壁店的小伙伴一块玩 后来被吴学仙带回到店里 他一边洗衣服 一边时不时地就回头看着孩子 我还时不时地就是这样扭头看一下 我怕他又跑到隔壁家里面去了 他那个孙女要五岁嘛 要五岁我就怕他又去打搅人家 吴学仙说 他都记不清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他看了浩浩多少次 就是担心孩子乱跑 起初嘛 没问题 每次回头浩浩都在他视线之内 可是就在他洗完最后两人件衣服 再回头看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浩浩不见了 我想了就一下子赶紧两下 一下子就搞完了 就很快了嘛 我就一下子搞完了一流头 没看到 我就怕他又跑过去了 当时看到浩浩没在店里 吴学仙觉得他可能又跑到隔壁店里去了 于是赶忙就放下衣服 跑到隔壁店里去找人 可是一问呢就吓了一跳 我又去看 他说没过来呀 没过来 我说没过来 我说他对这个地方的环境不熟悉 没过来跑到哪里去了 浩浩没去隔壁 那这会儿功夫他能去哪儿 吴学仙有些慌了 因为那周围吧这个商铺很多 起初他觉得浩浩跑出去 应该会被人看到 于是就沿街寻找儿子的东影 一边找一边就喊儿子的名字 我在那里使劲地喊 使劲地叫 我说浩浩 我说你跑到哪里去了 到处乱跑的又不听话 就是边喊边边 边那个到处走 可是越找他心里越慌 因为很快他就把街边的店铺 小卖部 凡是能想到的地方 全都找了个遍 这都没看到孩子的身影 也没人看到过 好好 他赶紧就给外出送货的丈夫 打了电话 他说日子不见了 我当时还 说白了 当时还没慌什么 我说好我马上回来 回来我们一起找一下 我认为应该是走到哪家玩呢 或者是这个去了 起初沉沉响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当夫妻二人沿着这条路 把周围又整整找了一圈之后 还是没找到人 这夫妻二人意识到 儿子可能真的丢了 于是这就报了警 接警之后 武昌警方立即就展开了调查 他们首先询问了 浩浩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体貌特征 然后迅速组织警力 围绕武汉市的火车站 码头 汽车站 还有一些人员密集的地方 对与浩浩体貌特征相似的人员 展开了搜寻 但是由于当年的技术条件不够发达 摄像头也不多 所以一连找了好几天 都没有获得有关孩子的线索 浩浩就这么丢了 可想而知 当时夫妻俩的心情 根本就没办法接受 尤其是吴学仙 儿子居然就在自个人眼皮子底 也丢了 那真的是私心裂肺般的痛苦 我那个时候孩子丢失了 我是哭了 哭了人揣气的揣不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 哭了后来 哭了后来 声音都没有了 哭出来了 已经哭出来 没办法哭出来 是喉咙撒哑了 然后那个 好像那个喉咙被堵住了一样 就没办法哭出来 自从浩浩丢了之后 吴学仙整个人都变得失魂落魄了 整天就拿着儿子的照片发呆 他不敢去回想孩子丢失的那个下午 尽管事情发生之后 丈夫沉沉想没有说过一句责怪他的话 但是他仍然每天都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当中 他后悔自己那天下午为什么要顾着去洗衣服 为什么没有时刻盯着儿子呢 一家人的生活也从那天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警方这边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寻找 他们成立了专案组 只要一有关于陈浩的消息 他们就会进行调查 而吴学仙和丈夫也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寻死之路 起初他们是在武汉找 那么几乎寻遍了武汉的每个角落 在武汉市的街头巷尾车站码头 大量张贴浩浩的这个寻人启事 逢人就打听 也在广播和这个报纸上刊登了浩浩救世的信息 因为怕孩子出什么意外 甚至还经常跑到长江边去打听 就沿着江边喊他 喊他的名字 然后问那个江边的那个就是巡逻的 就问他有没有看着个孩子跑过来 或者那个特征跟他一说 然而长江水穿过武昌看不到尽头 就像对浩浩的寻找一样 看不到希望 转眼一年过去了 浩浩依然是毫无消息 夫妻俩都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这个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 逐渐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掩盖妻子吴谢仙承受的痛苦越来越大 为了让家里不再这么冷清 当时陈真想思考再三之后呢 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他当时不想要孩子了 我说不行 我说还是要要一个 我说如果是添一个小孩的话 可以把你的距离转移一下 最少的话你照顾这个小儿子的时候 你不会沉溺于那个痛苦里面在 小儿子的到来的确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也分散了吴谢仙的一些注意力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大儿子陈浩 看到小儿子的身影 他还是会想起大儿子 尤其是想到大儿子是在自己手上弄丢的 仿佛一根刺儿 每天都在深深地刺痛着这位母亲的心 所以他对小儿子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 哪怕小儿子后来这个读书的学校 离家只有两三百米 他都会和丈夫轮流接送 一般走路几分钟两三分钟 我一下子就把他送进去了 我就回家 吴谢仙几乎不让小儿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他告诉小儿子 当年就是他的一时疏忽 才把哥哥给弄丢了 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在悔恨和痛苦 而同样忍受煎熬的 还有丈夫陈真祥 我差不多整整的三年 每天只能只睡着 然后半个小时左右 到一个小时 每一睡着的就是 就是做日子的梦 就是找日子 找到了跟每个平民呢 或者干什么呢 大儿子找不回来 就是笼罩在这个家里的巨大阴影 夫妻俩呢 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孩子的念头 武汉找不到 他们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找 哪儿人多就去哪儿 保识人们 谢谢你们的大爱 帮我们拍个视频 我们是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我就要把孩子的信息 也给扩散出去啊 尽力的让更多人去知道 我也在寻找孩子 吴学仙不放弃任何寻找孩子的机会 他们甚至还愿意拿出重金来悬赏寻死 可以说只要能够帮他们找到儿子 做什么都愿意 可是让他们心碎的是 二十多年过去了 眼看着小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大儿子陈浩依旧是杳无音讯 长久的失望和压力 让吴学仙夫妻俩呢 深陷痛苦之中 难以自拔 这些呢 小儿子都看在了眼里 从我哥丢失之后 他始终都活在一个 自责的一个世界里面 其实我站在我妈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是自己的心里的一个心结吧 有一个人在外面漂泊 没有回来的情况下 就是我死了的话 我估计的话 如果没回来的话 我眼睛肯定闭不拢 是啊 找到儿子是深眉在夫妻俩心底的愿望 孩子找不回来 他们这个家始终就不完整 吴学仙的这个心结也一辈子都解不开 吴学仙自己形容这条寻祖路啊 就像是游在看不到岸边的大海里 让一家人都在苦苦挣扎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已经亲近了所有的努力 一次次的失落和失望 他们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 然而或许是老天垂脸吧 就在这个时候 2023年9月的一天 一个不经意的消息突然传来 陈昊有下落了 武昌警方表示 他们得到了一条有关陈昊的线索 刚好在2023年的9月中旬的时候 江西那边得到一条线索 反映出江西本地一男子 和我们这个陈昊的样貌 体态 以及他这一些年龄都很相仿 原来2023年 江西警方在全省展开了 一次被拐卖丢失儿童的大排查工作 他们发现 户籍为江西遗村的一名叫杨殿的男子 跟武汉丢失儿童陈昊的特征很相似 立刻就把这个线索转给了武昌警方 当接到这条线索的时候 这个武昌警方也非常的激动 丢失了20多年的陈昊又下落了吗 这些年 他们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陈昊的信息 可是一次次寻找一次次失望 那么这回呢 这个叫杨殿的男子就是陈昊吗 他现在又究竟在哪呢 然而当他们一调查 那情况可以说让他们万分的意外 也万分的没想到 据了解那个叫杨殿的男子 您猜猜他在哪呢 他目前居然就在武汉生活 而且居住地就在武昌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距离吴学仙他们还很近 近到离谱 就在同一条街道上 相距不到两公里 是不是太难以置信了呀 这个杨殿真的是吴学仙他们的亲生儿子 吴学仙那样满世界风里一样的找他 他居然就近在之时 那他又是为什么会来到武汉呢 莫非他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可如果知道的话 如此近的距离 他为什么就没有来找亲生父母呢 当年的他又是怎么丢的呢 开箱扫码 赢黄金花生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目由银鲁牛奶花生 特约播出 刚才我们说的 就在吴学仙和陈真 想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 寻找孩子的时候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有一名疑似是他们儿子的男子 就在他们身边 距离他们还不足两公里 就是眼前这个叫杨殿的年轻男子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真的吗 为了进一步确定事实 警方立即联系上了杨殿 通知杨殿抽取血样 进行比对 一边也对他进行了询问 当接到警方的通知 杨殿起初很是惊讶 不过说起自个儿的身世 他也表示 内视自个儿的一个心结 据杨殿说 从他济世时起 他就在江西生活 但是记忆深处 他隐隐约约记得几个模糊的片段 这也使得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惑 杨殿说这些记忆都太模糊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确定真实性 不过小时候他也曾从这个同村村民那里 隐隐约约的听到过一些传闻 说他是暴来的 但是幼小的他选择将这些疑问 埋藏在心底 因为你一旦就问了 你就相当于你自己心里面 也已经相信自己 也已经接受自己 不是自家里面的人了 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去问 哪怕我养父去世 那个时候我也没去问 杨殿说虽然他没有去问 但是随着他越来越大 他的内心里已经越来越知道 自己的身世有问题了 其实这些年对于寻找亲生父母 他的内心里也曾经有过很多次的挣扎 就害怕是因为遗弃 然后导致就算你去找他们了 他们还是不想接受你了 因为害怕 杨殿没有主动去寻找亲生父母 但是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吧 2010年15岁的他初中刚毕业 因为不想继续读书 就一个人从江西来到武汉的武昌打工 并且租住了房子 他不知道的是机缘巧合之下 他已经来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 并且相距只有两公里 他们一个就住在街头 一个就住在街尾 他更不知道 就在两公里之外 他的亲生父母一直在满世界的苦苦寻找他 没错 当警方把杨殿的血样信息 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信息系统 进行DNA比对的时候 结果很快就显示出 他的DNA跟陈真响 吴学仙夫妇的DNA高度相似 之后警方又通知了吴学仙 他们采样复合 最终确定杨殿就是20多年前走失的陈昊 只能说造化弄人 这些年为了寻找儿子陈昊 吴学仙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 他哪里想得到 其实他的儿子陈昊 早就已经来到他们身边了 杨殿 现在应该讲到陈昊了 他也没有想到兜兜转转 居然又回到了原来的家附近 警方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立即告诉给了双方 并且堵着他们见面 得知了这个消息 吴学仙和陈真响真的是激动万分 判了二十多年了 终于判来了大儿子的消息 大儿子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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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距离叫相对不相识 有一种距离叫远在天涯近在咫尺 这不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吗 想想看啊 两公里多近的距离啊 骑个车几分钟的事 没想到却成了他们一生当中最漫长的距离 就因为这两公里 他们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各地 因为这两公里却阻隔了他们长达十几年的亲情 让一个家承受了多年的分离之苦 真叫一个咫尺天涯 不过事后得知这么多年 父母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 为他吃了很多的苦头 陈浩的内心里也是既感动又感激 我很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我妈妈 如果不是她的寻找 我估计应该是回不了这个家庭 陈浩能回家离不开父母的坚持 好歹这一切都过去了 当时正值2023年的中秋节 他们一家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团圆 大家在一起吃了团圆饭 还照了第一张全家符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现如今陈浩和亲生父母也住在了一起 一家人相处得很是融洽 陈浩还时常在父亲的五金店里 都替他打理生意 他说他想逐渐弥补在这个家庭里 缺失了二十几年的时光 最后要说的是陈浩说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到了养父母家 至于当年自个儿是被谁带过去的 他已经记不清了 所以由于线索不清楚 警方还一时无法确定究竟是谁 拐走了陈浩 不过他们表示一旦有线索了 就会继续追查下去 而话又说回来 吴学仙他们一家能够团圆 还是得感谢警方的帮助 要不是他们开展细致的排查行动 也发现不了陈浩 那他们不知道 还要在那两公里之内脱步多久啊 而这样的行动不会停止 我们相信有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坚持 其他像他们这样失散的家庭 也终究会有团圆的那一天 开箱扫码赢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两种方式 告诉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